大闹浩京 公元前771年 周幽王昏庸暴虐 废掉了身后 另立包四为后 妹人 我已经废了身后 立你做王后了 满意了吧 大王想那身后 仗着他的父亲给他撑腰 多少次欺辱我 我都为了 委屈死了 你看 我这不是已经把他废了吗 你还哭什么呀 可是我的怨气仍然难消呀 妹人放开心吧 我会想办法让你高兴起来的 大王 身后本来没有什么功劳 全靠身后才当的官 既然身后已经被废 我们不如趁这个节骨攻打他们 你看如何 好好好 这就去办 现在就派兵攻打身后 没人 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不好了 周幽王派兵向我国进攻了 这个幽王 废了我的女儿不说 又来攻打我 赶快派兵反击 可是 我国人少兵弱 如何能抵挡 幽王的军队呢 西戏兵兵兵强马壮 又和咱们身国接壤 大王何不请求西戎首领 向他借兵攻打浩金 说得有理 这回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幽王 这回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幽王 报 报大王 身后前来求见 身后来找我做什么 请他进来吧 是 身后拜见西戎首领 身后远道而来 不知有何要事 幽王昏庸无道 我不人眼看周朝就此衰败 这次前来 是想请求西戎出兵耗金 教训一下幽王 周朝兴衰与我何干 我为何要帮你 如若西戎愿意出兵 我定会献上锦衣玉帛作为答谢 还请西戎首领考虑 嗯 这 我早已看不惯周幽王的胡作 给我整合兵马 征讨浩金 遵命 太好了 这次出兵 一定能够震慑朝纲 秘乌王再也不敢小瞧我了 怎么回事 京城怎么会着火呢 大人 大师不好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快说 西戎兵已经攻下浩城 还放火烧了王宫 什么 那 那幽王呢 幽王也被他们杀了 哦 幽王已被我杀死 从今天起 浩金城就是我们的了 哈哈哈哈 戎兵不许胡来 是神猫啊 是神猫啊 好你个犬龙 为什么要杀死幽王 哦 不是你求我出兵打浩金的吗 我是让你进攻浩金教训一下幽王 可没让你杀死他呀 幽王是个昏君 早就该死 可 可他是我的女婿呀 哈哈 女婿 你女儿已经被他废了 天哪 没想到今会闹到这个地步 我杀死幽王 是为民除害 你得谢谢我才对 我真是瞎了眼 把你这犬龙叫了过来 你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给我进城抢 是 就这样 身猫因为一时的糊涂决定 给了西戎可承之计 狂妄的西戎兵不但杀死了幽王 还霸占了浩金城 此后 太子一旧即位 为周平王 都城东迁洛邑 史称东周 比维尽 有了 无呢 我